如果日常工作就是征丧拿,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对于常年作业温度超60摄氏度的洗操工来说,背后却有说不清的辛劳。 8月下旬,中心设计者来到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兰州西车段影川宝检修车间实地探访洗操工。 还有残留油品贯车进入检修库,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遇明火就会爆炸,而洗操工的任务便是在贯车入库前将内部清洗干净,为安全入库做好排断工作。 因此,他们被形象地称之为油贯列车里的拆弹部队。 在兰州西车段影川宝检修车间,洗操工王春宏和工友们穿戴好静电工作服,厚底胶鞋,防毒面罩,翻布手套等设备,登上三米多高的清洗台,将高压蒸汽注入罐体,溶解残留油品后,带温度降至80摄氏度左右时,钻入罐内,开始清洁作业。 就跟那个洗澡的那个洗桑拿那个感觉比那个还要夸张,那个温度你还可以自己调控,这个下到这个密闭的这个空间, 有着34年工作经历的王春宏说,在酷似火上烤的油罐内,洗操工先有长柄刷子,对罐体内壁反复刷洗,再用抹布一点点清洗灌壁。 他们每年清理着仅4000辆油罐车。 拿现在就是这个洗射这个量数来算啊,现在是分两个板,一个班次下来就是一个月下来是200多辆,一年下来就是将近一个班次就是2000多辆。 为防止洗操工在高温的罐内发生中暑、窒息等情况,采取分组作业,每15分钟出罐透气,并给身体补充水分。 职工下去作业必须15分钟之内要上来,第二,灌口有监护人进行呼唤应答,他俩进行信息的传递,如果真有窒息啊这些情况,咱们立刻有安全情,把这个职工就调上来。 调侃自己是给油罐车清洗肠胃的张鹤连,已在洗操工岗位工作23年,每当他看到罐车安全行驶在铁路线上,成就感便油然而生。 据悉,西北地区生产的航油、沥青和食用油等油品,正是做着工人们在高温环境中擦洗过的油罐车,安全运送到各地。